不需要仔细的观察 只要能看到这个金鱼尾巴 外加车头超抢眼的青蛙大灯 别欢迎它一定就是 20世纪Car of the Century中 排名第五的宝石捷911 这车还蛮好过的 1963年911首度在 法兰克福车展中亮相 只是当初并不是用这个数字 而是被叫做901 不过因为有法国车厂抗应 认为中间这个0的数字 和他们惯用的命名原则相冲突 所以当初的901 后来通通改叫做911 没想到这一改就是几十年的时间 一直沿用到现在 这个是它那个年代最著名 最有特色的 它这个后尾翼最不一样的地方 还有它这个年代最著名的大灯 跟它现在这个年代都不太一样 的确在一些车迷的心中 什么叫做911 不只要有黑黑的大大的金鱼尾巴 而且一定还要有这两个 完全突出引擎盖两颗的 蛙眼车灯 不能像后来出厂的911一样 几乎看不到这种 不一无二的美学设计 不只外观上有强烈的辨识性 当年的911是采用 五速手牌的操架模式 引擎部分除了有自然进气之外 也有涡轮增压的试镜 关键性能的表现 时速0到100只需要6条作用 虽然看起来 1.911是比较新款超跑 动作3点多秒的爆发力 但包括当年 这样的性能 已皆是让其他受量 往前莫及 而且就连价格也是相当令人格舍 当初买新车的时候 蛮贵的 开车将近都买500万 现在这种车子在卖 只是这种有强烈风格的911 到了1989年之后 几乎是完全消失 因为新出厂的车型 已经不再有类似的设计 从线条到制动电子系统 以及悬吊的部分 统统大翻新 虽然更合市场的喜好 但是对于那些 情有独钟的资深玩家来说 911变得不像是911了 其实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五款车 911排名第五 前四名分别是 独特的T型车 它代表着 汽车开始 合理价格进入市场 不再是买不起的奢侈品 其次是mini 透过独特的底盘设计 终于让大家找到方法 让车内空间 可以好好的备利用 第三名是雪铁龙的DS 因为外形上真正融入空气动力学 以及首先提出实用的液压概念 这也让它成为经典之一 至于福斯的金龟车 靠着耐用以及便宜的价格 打败911成为 Core of the Century的第四名 古代这件名车 您看过几辆 有兴趣的话 不妨好好的找一找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